第四、第五、第六 第四的話是稅率 稅率的話是原來有的股數 加上分配到的股數 原來有的股數加分配到的股數 那跟前面這個好像一模一樣 所以喔 HK是不是可以偷懶 把這邊加在一起 總和去搜尋稅率表 稅率表在這裡 那稅率表它還會提示你喔 請你用HLOOKUP 因為它是水平的喔 OK你不像那個剛剛縱向的 水平的話只能用那個HLOOKUP 所以呢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稅率的話它應該繳多少稅呢 就是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原有股數加分配股數 所以其實喔 這個其實我有的偷懶 乾脆拿這個複製一下好了 原有股數加分配到的股數取消 再來拿來這邊稅率 那插入一個 檢視與參照裡面的HLOOKUP 檢視與參照裡面的HLOOKUP函數 然後呢它要找什麼呢 原來有的股數把它切上 加上分配到的股數 那特別注意喔 這邊出現的是 它應該說 各十百千萬十五 各十百千萬 一百二十八萬五千 那特別注意喔 我要找的是什麼呢 按F3 去稅率表裡面幫我找找看 稅率表 那它要繳多少稅嘛 稅率表 那稅率表裡面的話 我把它再點下面這個格子再點上去 你會發現它會跳到稅率表裡面讓我看到 那特別注意這個稅率表喔 它這個水平的部分 V軟數是查第一欄 那在HLOOKUP是查第一列喔 所以它基本上喔 會查的是這一列 那我試多少 欸 所以它是以萬元為單會怎麼辦 特別注意喔 你這邊可能要多做一件事 就是 先把它刮斧起來 然後呢 再把它除以一萬喔 否則的話呢 這樣沒辦法查 因為那邊是以萬元為單 所以這邊再把它除以一萬 千萬 那稅率表的話呢 這個時候的話 是一百二十八萬五千 所以它一二八點五 那比對的話 一定也是找什麼 找最接近 但不大於 所以一定會找到一百萬 所以這個時候應該 幫我把十二趴給帶回來 所以 我要查的話 是 查稅率表 然後的第一列 那幫我帶回來的是哪一列呢 一二三 所以下面這個應該給多少 給三 OK 然後呢 比對方式 Range Luca應該是 給1 對 一定 如果你輸入0 它一定會緊NA 找不到 好 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把十二趴幫我帶回來 然後向下填滿 這時候呢 其他的那個 資料 稅率就算完了 OK 所以稅率的部分的話呢 就按照它給我的公式 那我就一樣喔 配合F3 再來的話呢 那個扣稅後的現金鼓勵 現金鼓勵 乘上 這邊 現金鼓勵 所以等一下呢 F3找現金鼓勵 乘上 星號 刮虎1 減掉F3 稅率就好了 所以其實喔 就照這個方法做啦 我覺得這樣蠻簡單的 蠻方便的 等於什麼呢 F3 找一下有沒有現金鼓勵 OK 有了現金鼓勵 然後呢 再把它怎麼樣呢 再乘上 一個星號 前刮虎 1 減掉 F3 稅率 找一下有沒有稅率呢 稅率 再下面一點 OK 有找到稅率了 OK 然後刮虎一下 反正就照那個公式打就好了 反正這裡面到底 的規則怎麼樣 細節我們就不多 就不再去生鏽了 反正就是把 老闆要的東西把它做完 因為這也是老闆交辦的嘛 規則也是他訂的嘛 OK 再來的話呢 排名部分的話 最後排名呢 就是用RANK RANK.EQ嘛 然後呢 你可以怎麼樣 給他扣稅後的現金鼓勵 這個 去這個範圍裡面找找看 他排第幾個 所以插入函數 再來用那個 統計類函數裡面的 RANK.EQ 所以往下找 找到R開頭的 RANK.EQ 這一個 RANK.EQ OK 按確定 那當然特別注意喔 2010以後 好像才RANK.EQ 2007以前的 好像只有RANK 而已喔 所以這點要特別注意喔 那我們用RANK.EQ 按確定 那再來的話呢 他要問你LUMBER 指的是 你的 現金鼓勵是多少 其實有兩個方法 一個也是啊 按F3 找到什麼呢 找到 扣稅後現金鼓勵 那 REF的話呢 一樣按F3 一樣是扣稅後的現金鼓勵 不過你會發現喔 雖然兩個都是扣稅後的現金鼓勵喔 但是第一個LUMBER 他只會抓一個資料 因為他會抓同一列的那個 扣稅後現金鼓勵 那REF因為他要的是一個範圍 所以他把整個範圍抓過來 那意思就是說喔 他的資料 在這一整個範圍裡面 排第幾的意思啊 OK 那如果ODER是零或省略啊 就是省略的話喔 那他就是遞減 因為大的 在上面小的在下面嘛 那我們就遞減啦 所以我就把它 這個ODER的部分的話 就把它空下來 按確定就可以了 好 這樣的話35 然後向下填滿 這樣的話呢 其實這個說明就把它刪掉好了 OK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就做完了 所以一 是把它分配到股數做完 二的話呢 就是他的現金鼓勵應該是多少 稅金是多少 然後扣稅後的現金鼓勵多少 另外的話他的排名多少 OK 那就分別呢 把這個結果給做出來了 好 那最後的話呢 當然喔 不免俗的我們一樣要把它變成什麼VBA啦 好 VBA的話當然我會希望說 可能我希望旁邊兩個按鈕吧 一個按鈕按下去 假設前面資料有變動的 那我這個D欄到H欄呢 全部又自動幫我把結果做出來了 好 另外一個是清除的按鈕 也許旁邊喔 請各位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旁邊如果有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呢 就是按下他自動幫我把這 這幾個欄位呢 分別幫我把它做出來 總共五個欄位嘛 另外一個是清除 清除的話就是把這個範圍給清空 OK 那要怎麼做比較快 當然呢 我前面講過啦 如果你VBA部分 就是說那個VBA裡面的函數 不太清楚怎麼用的話 最快的方法就是直接丟公式好了 那我剛剛講過 丟公式用名稱跟VBA搭配 所以又是更Match的 所以呢 請各位試一下 等一下先把這部分先做完 做完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旁邊多增加兩個按鈕 按下去自動完成 這部分的話 各位應該也可以參考一下 那個獎益119120 119120其實就是我剛剛做的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 VBA的部分 VBA部分 等一會兒 再一個窩一下 22 2 5 4 6 6 6 9 7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